也是某印象 引发长辈参加歌唱比赛 各个台风稳健 有人还特别在造型上下功夫 演唱水准不输专业歌手 为让爱唱歌的阿公阿嬷 能有表演舞台 大同区公所举办热林歌唱比赛 适逢七夕情人节 特别规划以爱为主题 唱出对亲朋好友的爱 传递满满幸福 包括对先生对老婆 对父母对子女 甚至对朋友的爱 能够透过歌声的一个传达 表达他们对他们的一个爱 我们希望让爱无所不在 爱无所不在 像是62岁的林先生 就经常到老人院和育幼院表演 把欢乐带给台下观众 其实他也是一位抗癌斗士 12年前被诊断出鼻咽癌 除了积极治疗 唱歌也是他的活力来源 因为我每天都到山上空气比较好 然后唱歌增加身体的各种 五脏六腑都很好的运动 找到兴趣就能积极面对人生 就像是台上每一位参赛者一样 每个人都充满自信 对他们来说 比赛结果不是重点 能够唱歌 心情愉快最重要 记者邱世民采访报道